下面一个问题 在地藏经中提到九种堕阿比地狱的人 其中第二是摄佛物 请问是什么样的具体行为才是犯 赤佛物之罪 这个是多阿比地狱的人 这个阿比地狱也有等级 也有群众不同 可是最重点是无逆事物 这个无逆罪 第一个是杀父母 杀父母杀母 父母的恩德大了 杀父母决定多阿比地狱 那个麻烦可大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要经过很多次沉住坏空 他未必还能处得来 这个罪太重了 以前很少 为什么大家都有教育 懂得 现在不行了 现在杀父母太多了 那么在从前法律有侵权处分 这个我在小时候都知道 好像是民国二十几年政府才废除 什么叫亲权处分 你的父母在发院里告你 我这个儿子不孝 你们把他枪毙 政府立刻就执行 没有辩驳的 那为什么呢 父母对儿女是多爱护 父母不要你了 你没有资格在世界上做人 这个很厉害啊 所以不敢不孝 不怕父母告的时候 命就没有了 这是